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道具枪直接进场 而九孔更是在现场模仿好友任仙琪 一手心太软 爆笑全场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文笔都自己看 哎呀 一个米 你总是简单 相处太难 我是你的酒干快来家 近日 在某门或网站的一个电影评选当中 任仙琪不幸被评为2011年的烂片之王 而身为任仙琪的好友 采访中九孔不禁为任仙琪打抱不平 称琪是心目中永远的天王 而谭吉对好友任仙琪演技的评价 九孔也不忘发挥起幽默搞笑的天赋 真的啊 那这样好高兴哦 表示有人关注他 对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见解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有人觉得这样子好 有人觉得那样好 那我是觉得他在我心目当中 永远是一个最努力的人 他在我心目当中永远都是天王 他的演技啊 你说在电影方面吗 我觉得他演得很朴实啊 然后很有男子气概的电影 对 他可能他不太适合搞笑吧 他可能演喜剧可能不太在行 对 那就是希望以后要找任仙琪演喜剧的 你就直接找我就好了 他要找有情爱的 你就直接找任仙琪 那个票 那个片酬差一百倍 谢谢大家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在台湾地区挂起一股猛烈的怀旧风之后 如今充满着台湾本土味道的电影 也吸引人内地不少观众的关注和期待 而作为一部爆笑警肥喜剧片 乌龙细凤2012 在众多进军内地的台湾电影中 可谓独树一致 采访中各位主演更是不忘以捐出片酬的爱心 鼓励大家多多支持这部电影 希望2012的乌龙细凤 我想说把我今年度所赚的钱 通通去买票 然后分给大家 这样票房会创造一个非常不错的基础 对不对 如果2012就是票房很好的话 我愿意捐出我的片酬 然后来让大家更开心 你要讲个数字嘛 多少起跳你就捐出来 多少起跳 就是票房数字到达哪里 你要把所得捐出 五千以上 五千是 你是指人民币吗 人民币 其实我还蛮不贪心的 人民币只要一千以上 我就愿意捐出我所有的片酬